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辛格一直在帮特朗普筹划改善对俄关系 他甚至建议总统下一盘联俄抗中的大旗 从基辛格的过往所作所为来看 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会不会提出这样的计划呢 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 国际局势对美国有若干不利之处 自20世纪以来 60年代后期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 最有争议和最杂乱无章的时刻 美国在越南的冲突越发显得弄脚成桌 使美国背离了他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并摧毁了一个总统任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外交政策瘫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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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